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今年啊 去年假设赔钱了 今年把钱赚回来 去年赚了很多钱呢 今年我们继续保持 但是呢 今年我们做投资 或者说去年19年做投资还是比较顺利的 因为整个股票市场上呢 都是一直在涨 一直在创新高 包括澳洲的股票呢 也是在前几天也创出了7000多点的一个历史新高 那么中国方面呢 虽然最近呢 受到疫情的影响 股价呢 是跌破了3000点 整数这个大关 就还是可能继续往下回调 但是呢 整体来讲的话 不像前几年 我们就是说赚钱比较难吧 这几年至少相对容易一些 那么外汇市场上呢 也是相对比过往更加容易 尤其是黄金价格呢 在去年也是屡创新高 至少大家呢 做一些中场线投资的话 能够或多或少的获得百分之十几二十 甚至更多的一个利润 那么大家如果是有亏钱呢 我们要总结一下 去年我们哪些地方啊 做的不是那么好 那么 但是呢 今年一开年 我们就会发现 尤其是这个全球的一些环境啊 或者是我们刚刚发生了这个疫情 不是那么的顺利 包括前段时间这个澳洲大火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现在图片上正在放的呢 这个就是从十二月初 十二月初到现在的这个澳洲的十二月一号啊 到现在的这个大火情况 我们看到十二月一号呢 这个火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到了五号 六号 现在是八号啊 这个火就越来越大 十号呢 又小了一些 但是呢 往后看啊 十五号 十二月十五号之后啊 又开始变大了 十九号 二十号 所以呢 这个不管是 整个澳大利亚的东南地区在有这个烟雾啊 或者是起火 那么其实呢 其他地方也是有一些受到影响 那么在一月初呢 达到了一个顶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啊 当然现在已经好转了很多 那么大火的影响到底是有多大范围呢 我们之前总是听新闻说啊 一直没有概念 今天呢 我们就看一下数字 啊 那么我们如果是一个橙色的小方格 代表的呢 是一公里啊 一平方公里啊 就是一km平方公里 那么最终受到影响的呢 大概是十万平方公里啊 非常大的面积 那么一个小格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 那这一个图呢 是由啊 这么多这么多个小格子组成的 那么在这一个啊 Gospor的这个Mountain Fire这个山呢 大概受影响是五千多平方公里 那么往下这个road呢 Dance Road呢 受到影响的呢 是三千多啊 平方公里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叫Corwan Fire又是三千多平方公里啊 平方公里 所以呢 往下看 我们会发现 他受到的影响面积啊 是非常大的啊 就是在整个地图上都能看啊 还记得刚刚这个图吗 啊 已经飘到新西兰了 都这个烟啊 都飘到太平洋去了 所以说呢 整个澳大利亚加上大洋洲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说这个还是影响很大的 那么这个呢 是基本上受灾面积啊 比欧洲的一些国家啊 受灾面 这个整个国土面积还要大 那么维州呢 啊 这个就是到了维州 维多利亚州呢 受到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 我们看啊 左边有个 华盛顿 华盛顿DC啊 就是华盛顿的面积大概是这么大 那么火烧了这么多啊 新加坡的面积 国土面积 就是黑色矿矿里是新加坡的一个国土面积啊 那么已经烧掉了好几个新加坡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啊 所以说受到的影响范围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昆士兰州啊 也是非常大啊 这个小格子更大了 所以呢 整个今年开年呢 在国家层面 或者是我们民族啊 社会的一个层面来讲 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啊 主要讲一些宏观啊 和少量的一些啊 交易的投资的一些方法策略 以及啊 持盘啊 跟往常一样 所以呢 大家还是比较悠闲的来听这个网课就可以了 啊 首先啊 有人举手啊 有问题大家提问啊 举手是看不到反应的 在question里面还是老样子啊 大家可以把想问的问题打进来 那么今年的话已经是到了2020年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金融风险始终是有的啊 但是呢 我们今年在这个 迪拜啊 伦敦啊 台湾 摩尔本和悉尼呢 都已经是完全完成了 呃 办公室的一些建设 那么迪拜是在去年4月份成立的 那么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已经能够独立运作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晚上啊 有问题的时候 找不到我们啊 可以打官网的这个电话 那么 呃 基本上啊 正常情况下啊 24小时 周一到周五呢 都会有人去接的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说的是英文 大家只要让他转给中文的啊 英国我们也有中国 同事 中文同事啊 所以说都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那么呃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最近的这个武汉啊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啊 希望武汉加油啊 我们整个咱们受到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啊 能够顺利的在新年前后度过难关 那么在投资方面呢 澳洲的还是严格实行实名制的一个监管啊 包括太太和这个老公啊 那么两个人呢 这个账户也不能共享啊 大家谁的钱啊 如果谁藏了私房钱 敲敲的来投资了啊 我们是知道的啊 所以说呢 大家要啊 啊 这个 对吧 私房钱要放好 就是说不能 不可能是先生的钱取到太太的账户里 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澳洲的一个金融金融监管 那么购买式的中文团队呢 也是在得益 得益于大家的这个支持啊 人数是越来越多 那么目前呢 我们是有十位中文同事 基本上呢 这个规模也是比较大了 所以呢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目前的一个疫情啊 影响了股市是由和我们春节党电影啊 春节党的电影在今天正式基本上全部六个电影全部撤档啊 所以呢 我们也拿到了这个首映的这个唐人街探案的首映式的这个门票啊 但是发现今天突然打电话跟我们讲 我们去不了了啊 就摩尔本也去不了了 都撤档了 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了解中国 我们总觉得我们了解中国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今天通过数字给大家啊 带来中国 就是通过数字去了解真正的中国 尤其是中国人啊 中国的年轻人 因为了解了中国的年轻人 我们才能够了解澳洲未来 澳洲的未来其实寄托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 那么澳洲老外肯定是不相信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2020年的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些报告 啊 我们前前几次讲的呢 都是偏向于宏观的 那么这次呢 我们在细分领域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股票呢 最近表现非常不错啊 是澳洲的叫PNV 他总是自动播放 叫PNV 那么去年销售额啊 比 我先退出来啊 不好意思 这个总是在自动播放 那PNV呢 他最近的涨幅啊 从差不多啊 两块钱左右的价格涨到两块七啊 短短几天时间就一月份以来啊 从不到两块涨到两块七 百分之四十吧 啊 接近百分之四十的涨幅 还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一月到现在都没有结束 那这家公司呢 他有一项功能啊 他能够治疗烧伤 所以呢 从这个大火上 我们知道澳洲大火呢 呃 他都会 这样大的事件都会影响金融市场 尤其是个股啊 受到关联的一些个股 那么这家公司呢 呃 某种程度上能够获利 并且呢 他又是偏向于医疗啊 医药或者医医药这个医疗器械方面的 所以呢 整体上来讲 对啊 不管是我们说经济层面啊 未来继续放水股票上涨 或者说是医药行业对于这个啊 需求PNV的设备的需求在固定增加 因为销售额本身就是增加的啊 再加上受到大火等等的这些啊 对该公司有利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很直接的表现啊 股价在1月1号的时候呢 还是不到2块钱 那么1月6号的时候呢 还是1块8啊 最低1块8 那么到今天呢 就已经2块7了 所以说呢 在出现这种机会啊 或者说投资的一些比较确定的行情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发挥自己的能力啊 去寻找收到关联的股票或者是金融产品 然后呢 我们迅速做出反应 那么我们呃 其实在过去跟其他公司或者是咱们作为投资者跟其他投资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 就是我们能够在看到消息的时候 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假设我们晚一天也没关系 晚两天也没有关系 因为大的事件 包括我们去年啊 这个中东石油被炸啊 管道被炸啊 机场被炸 黄金上涨这些突发事件 那么它的影响都不是一天能够结束的 尤其是像火灾啊 这种情况 我们当我们知道它一天两天灭不了 可能要持续几个月的时候 一两个月的时候 那么这个影响就是非常的持久的 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天灾 也不希望发生人祸 不过呢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机会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帮这些公司一把啊 就让他们有更多的钱去救灾 用更多的钱去搞研发 至少我们是支持的啊 就是支持的方法有很多种 你有时候像我 我也捐款了 我们公司也捐款了 那你捐完款之后呢 我们就是通过另一种方法去帮助啊 帮助这个公司去让公司的力量呢 让PNV这家公司去做他应该做的贡献 那么这一次呢 中国方面呢 大陆是发生了疫情之后呢 贺岁党的电影啊 全部撤掉了啊 包括江子牙 紧急救援 酒妈 夺冠 唐人街探案等等 都退出了春节党 熊出末也退出了 所以呢 我们可能这一天啊 周末周末没有什么事情做啊 就可以在家里陪陪家人 正好啊 别出门了 那么听听网课也不用出门 挺好的 那么右边这幅图呢 就是China A50啊 中国上证A50指数的走势情况 我在上周一啊 是给大家发了一个短信啊 有一些朋友买了 可能亏了个一两千块钱 有了稍微多一点 那么当时的止损价格呢 是放在了一万四千五百点 为什么放在这呢 中间有一条蓝色的啊 上升的线 那么这条线很简单 就是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 我们知道中国啊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包括澳洲直到前天啊 昨天还在创出历史新高啊 七千多点 对吧 只是中国的啊 A50是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呢 是提前开始下跌 所以说呢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快速上涨 尤其是像澳洲这种突破了七千点整数大关之后的上涨 它的势能释放出来 如果没有外来的基本面发生了改变 那么它就会保持原有的快速上涨通道 一直到出现了影响它改变走势的基本面因素发生变化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基本面因素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一万四千五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蓝线正好上升通道打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万四千五百点 所以呢 当时呢 如果是我们给的价格啊 也确实就一万四千五止损离场嘛 因为到了那个位置 没有什么好必要继续持有的了 我们要愿赌服输啊 错了就是要错了 赶紧就撤出来 因为如果是破了这个位置 上升通道就被打破了 再加上这次呢 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虽然我没有做空中国的tina50啊 因为我认为这不是很好 在这种时候做空它 所以呢 我就没有做空A50啊 我去做空了德国的指数 我一直觉得德国股指应该做空它 因为离我也比较远嘛 但是中国A50啊 这次如果我们大家不希望做空 我是比较支持的 虽然我们知道它会跌 但多少我们要给经济一点信心嘛 事实上这一次影响还是蛮大的 春节喝碎党撤党之后呢 很多影视公司啊 这次应该亏的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也相信政府的力度啊 像这个武汉已经封城了 大家必须要出门戴口罩等等 这些措施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这种啊 就是权力集中化的这个能够统一的 很好的去协调啊 这些疾病啊 控制住这个病情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China50中国大盘 我们刚刚看到了 就是这个K线图啊 是一直在下跌的 那么我们广播中也说到了 受到负面影响呢 还有石油 航空 航天公司啊 这个啊 交通运输 影视公司都是负面受到了消息 这个负面的影响 股价都是下跌的 所以呢 橙色的这个曲线啊 就是石油 有KO的价格 我们看到它跟A50啊 基本上是同步的 所以说呢 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来了 我们不情愿去做空中国的股市啊 因为感觉道德上不太 道德不正确 对吧 道德不正确呢 我们就去做空石油啊 做空石油没有人讲我们道德不正确 但是呢 走势是一样的 或者呢 我们去买涨NAN的股票 NAN呢 就是防交叉感染 大家也知道 我是从很久之前就开始持有这只股票 并且认为它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CSL啊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不过是涨幅呢 或者是翻一倍到两倍 我认为值得期待 那么CSL股价因为太高了 很多人恐高300多不敢买 那么NAN呢 现在是7块多 我们看发生这个事情以来呢 这个蓝色线呢 就是NAN的股票 它呢 是上涨的 对吧 而石油和中国A50呢 都是下跌的 那么从1月20号到现在三天的时间呢 NAN呢 涨幅是2.26% 而A50下跌呢 是4.7% 石油下跌是4%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通过相关性啊 和关联的行业或者是产品 判断出来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个动作和投资 那么本次呢 很明显石油下跌的速度更慢啊 但是呢 它确实是被拖累了 那么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啊 再看得仔细一点 1月21号A股刚刚开始下跌 那么石油呢 是缓慢下跌 甚至横盘 一直到22号和23号的交接处啊 石油价格才开始大幅下跌 从跌1%直接是跌了4%啊 所以呢 整个市场还是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快速做出反应 它也是有一点滞后的 所以呢 我们比机构啊 其实不差的 我们跟他们一样 甚至反应可以比他们更迅速 讲完这个最近发生的大事 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 那么目前在宏观层面的话 就是互联网整个赛比赛啊 已经是临近了终点 互联网行业呢 目前获客成本非常高 那么赚钱呢 也是非常有限了 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 那么谁是下一个奠基者 到底是区块链 数字货币 那还是说某一个科技领域啊 比方说AI技术的研发 那么这两个领域 AI和区块链呢 我认为是最容易实现商业化的 因为成本最低啊 它们已经是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应用了 只需要把它商业化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手里还是要有一些AI的股票啊 包括我一直持有APX 那么其他公司呢 大家也自己可以去挖掘 包括是美国的IBM这种公司啊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理由很简单 它有12名获奖者 其中6名是诺贝尔获奖者 有6名是图灵获奖者啊 诺贝尔获奖者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它有6名啊 员工啊 就是IBM的 那么还有博士后 博士一大堆 那么互联网第二个 呃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马太效应非常明显啊 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啊 这个就不解释了 小公司很难以生存 第二点呢 就是流量红利消失啊 这个也不解释了啊 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了 对吧 你去开发新的这个渠道 做新的用户非常难 第三呢 就是全景布局加VR 全景布局呢 其实是一个产业的整合 任何行业都是在跨界整合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到 那么VR技术呢 现在也逐渐成熟了 尤其是5G的到来 5G呢 将直接是为全景布局和VR 提供了一个快车道 第四呢 就是中国品牌全线超车 以前呢 我们不用中国品牌啊 老外也不怎么用 但是现在呢 我们用老外也用 那么华为 小米这些公司呢 已经是走向了海外 并且已经是走了非常成功 那么其他公司呢 海外收购 并购也案例非常多 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像这个 呃 戴姆勒奔驰 母公司戴姆勒集团呢 5%的股份啊 不是已经被收购了吗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呃 就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说了啊 这个中国的国力崛起和购买力的 这个崛起还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中国目前在硬件商业模式上 是已经开始领先澳洲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大家在澳洲生活这么久 感觉过去二三十年没有怎么变化 到现在二十年前什么样 现在无非就是人多了点 房子多了点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但是呢 中国的变化很大 那么中国目前今天的商业领域 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澳洲未来会继续跟随 如果大家比较认同这两点 我们再接下来看下面的PVT的内容 因为呢 这是两个基本前提 就是说中国目前呢 在创新能力上 或者说是因为试错成本比较低啊 所以呢 他能够允许新的企业快速成长 澳洲试错成本很高 如果开一家公司 我赔了 我至少要雇五个人吧 雇五个人 我每年给他发五万块钱 我也是25万欧币 所以呢 如果是我赔了 我可能一下子就赔掉几百万的人民币 但是在中国做一个生意 我可能雇五个人 我只需要两万块钱一个月 就能雇五个人 所以呢 这个成本是没办法的 那么同样澳洲的货客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啊 我们去找一个客户非常难 但是中国啊 几万人几十万人啊 都聚集在一起一个圈子里 所以非常的容易 那么今天啊 我们看到中国有的澳洲没有的 那么这个呢 其实都是商机 我相信以后呢 对澳洲的华人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因为我们能够把很简单啊 中国做的成功的 做的好的成本低的风险低的赚钱多的啊 照搬到澳洲来 或者说是啊 适应澳洲的模式 那么在过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之前 那么很多在中国成功的 无非都是把海外的模式 照搬到中国去 包括马云啊 还有这些啊 腾讯等等这些公司 微新浪啊 这些公司 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把美国已经有的成功的 搬到了中国而已 只不过他们搬的早 但是呢 未来呢 我们是说中文的 我们知道中国发展的怎么样啊 知道中国的优势和产品的优势 商业模式优势 那老外不懂 所以说呢 未来我们华人在澳洲的机会更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目前 一些客观的数据 那么中国总体网民规模和移动网民规模 在1994年中国首次接入互联网以来啊 互联网行业呢 已经是度过了20年啊 差不多 26年 那么移动互联网呢 是从2006年到现在差不多是14年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 目前呢 两个都走到了一起 就是8.54亿 就中国目前呢 有8.54亿的人啊 是上网的啊 用这个手机移动端 那么基本上往后再增长都非常难的 因为中国一共就13亿啊 14亿人口差不多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口规模 我们还要去掉不用手机的啊 去掉年纪非常小的 比方说小孩子啊等等 年纪不到6岁啊 或者不到5岁小孩子再去掉 那其实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那么我们以前呢 是可以开疆拓土啊 寻找新的用户群体 但是今天我们只能维稳 保留现有客户 对吧 所以说这个难度就是 非常大了 因为呢 增长就变得缓慢了 我们以前是指数增长 现在呢基本上是震荡横盘啊 所以说呢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但是2019年呢 啊最被中国称为5G元年 包括呢 上到这个六七十岁的这个长辈 下到这个小孩子 那么我们其实呢 这个5G是没有年龄层区分的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进入了5G时代 但是澳洲呢是速度比较慢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中国5G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 那目前呢 2019年9月的这个报告呢 就是互联网企业的一个估值报告 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呢 比美国企业还是差的很多 阿里巴巴呢 目前是中国企业排行第一 腾讯控股是在香港上市了 排行第二 阿里巴巴目前的股价表现也非常出色 从我们去年11月份之前 我们推荐阿里巴巴啊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要回归香港 在香港也要上市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阿里巴巴在双十一 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并且呢 他在云端技术上 占有的市场率基本上是排在第一位的 那么腾讯控股呢 本人现在不是很看好 因为腾讯目前主要还是靠游戏业务增长 那么游戏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它的盈利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再往后看 蚂蚁金服也是阿里巴巴这个 呃 关联企业 往后看还有头条美团 滴滴京东啊 拼多多这些就忽略不计了 那么美国方面呢 微软排在第一啊 Apple 苹果排在第二 亚马逊第三 Alphabet就是谷歌的母公司 Facebook 那么这些公司呢 都可以在GoMax去购买 呃 我们看到差距在市值上啊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 我们虽然看到了阿里巴巴觉得 应该是中国最强大的企业了吧 啊 之一啊 或者是之一 但是在创新能力 或者是互联网行业呢 没有能跟他相提并论的 但是呢 在美国的企业面前还是非常小 啊 所以呢 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啊 或者说可以继续投资他 因为阿里巴巴呢 目前是假设啊 我们是4350亿美元的市值 如果未来能够和苹果公司亚马逊 啊 相提并论的话 那么至少他的股价 能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 这样的话 他的市值才能达到啊 这个亚马逊的市值 比方说是8590亿 或者是苹果的市值 那我认为苹果未来呢 大家就不必要去投资了 因为苹果现在下坡路走的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很好的解释了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增长率是在快速下降 那么在15年16年的时候呢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使用的增长率呢 一直是维持在百分之十几 十五十六 那么从2017年呢 开始下降的非常明显 到了2018年 2019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1.7 啊 这是右下角呢 是2019年8月份的数据是百分之1.7 也就是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增长率啊 基本上是不增长了 那么越活越数呢 已经是达到了11.34亿 也就是说有11多亿的这个设备啊 都就基本上是人吧 啊 11个亿的人都在使用互联网 那么移动设备基本上不会有再多的增长了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数据呢 也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 那么在18年啊 前年18年1月到11月份 竞争的用户人数呢 是3900多万啊 但是19年1月到11月啊 就是去年和前年比 前年增长增加了3900多万 但是去年只增加了299万 连个零头都不到 所以说呢 获客成本是越来越高 任何互联网企业 如果是没有办法有新的啊 模式或者新的 这个APP啊 造出来 或者说是产生 新的商业模式产生 那么在现有的技术上 开发新客户 已经不可能增长了 增长的概率 基本上趋近于零了 因为去年一整年 才增加了299万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互联网 为什么我们的 今天的标题 是到了一个尾声 或者是快到终点了 就是因为没有增长空间了 那么这个时候 问题就非常严峻 所以呢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啊 就是大鱼和大鱼之间 也会互相较量 各自呢 因为市场固定了啊 所以说呢 巨头之间战争 会越来越激烈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苹果啊 为什么不建议 大家去投苹果的股票了 从19年初开始 苹果的在中国 或者是在全球的 终端机市场占有份额 已经开始下降了 那么目前增长 最快的还是安卓 安卓呢 尤其是这个 3000块钱以上的安卓机 和2000块钱 到3000块钱的安卓机 增长速度最快 很简单 就是因为大家的 这个购买力啊 基本上已经逐渐稳定了 那么从苹果 那一边呢 撤出来的用户呢 就直接去买了 同等价位的安卓机 对吧 现在相信大家很多都是 看了看苹果 最终还是选择了 华为的Pro P30或者是Made 对吧 这些系列的手机 所以呢 这一个现象 就是告诉我们 苹果在未来呢 其实非常的严峻啊 那么有可能在五年之后 苹果会不会成为 下一个诺基亚呢 会不会成为 下一个黑莓手机 会不会像成为 下一个摩托罗拉 这些手机呢 都在曾经啊 十年 二十年之前 非常响亮 摩托罗拉 现在谁也想不到 还有摩托罗拉 这种手机存在了 啊 诺基亚更是消失 匿迹了 那么苹果啊 有没有可能成为 这个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 考虑 如果是在未来 股票市场 开始掉头向下的时候 做空苹果公司 也不失为一个 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互联网用户的 一个单月设备 单日啊 设备使用时长 也就是说 在一五年的时候呢 我们每天看手机 就看三个六小时啊 三个半小时 那么到了今天 我们看手机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六个小时 我们每天睡觉啊 吃饭 对吧 我们睡觉八小时 吃饭两小时 对吧 早中晚两小时 十个小时没了 那么剩下的 十四个小时里面 我们有六个小时以上 是在跟手机玩 那这个非常不好啊 但是也非常好 所以我有时候吃饭 我就不带手机出去 因为我觉得 你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了手机上 那你和人相处的时间 就少了 对吧 如果现在看手机啊 大家当然都在看手机了 也浪费了大家 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呢 就是在互联网移动端啊 我们消耗的这个时间 已经很难再增长了 对吧 因为我们每天 有正常的正经的事情要做 基本上我们业余时间 全部都是交给了手机 所以想想非常的恐怖 那么从商业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未来增长的概率呢 也是越来越低了 因为这短短的四年 五年的时间里面啊 五年从三点六个小时 到现在的基本上 是六点三个小时吧 啊 基本上已经翻倍了 我们没有空余时间 再交给手机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以前举个一个例子 就是买亚时莱奈的女性 买口红啊 在在二十年前 我们每个女性呢 可能一年买一只口红 那么现在呢 当时可能只有一百个女性买 那么现在呢 可能有一百万个女性买 那么每人呢 每年可能花一万块钱 在买口红 或者买相应的化妆品啊 或者保健品等等这些上面 所以呢 不管是人群的数量 还是单个人的消费的体量 都在增加 两头增加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互联网设备的使用人数 不会增加 那么当个用户的单日使用时长 也不会增加了 所以说两个增加的点 全部被砍死了 那么这个就带来了 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互联网在未来 前途非常不妙 那么我们再回过来 因为这个蛋糕已经做好了 以前是我们不停的在做大蛋糕 现在呢 这个大道已经蛋糕已经做完了 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蛋糕里面的成分 基本上移动社交呢 占用了我们全部时间的34% 短视频呢 占了15% 其他视频占了11% 所以视频占了我们26% 包括大家在看网课也是视频 那么新闻呢 是占了8% 手机游戏是占了11%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一天交给手机6个小时 就按照这个比例来划分 那么我们再看受到影响的这个人数啊 那么衣食住行四个方面 在中国来讲的话 一啊 就是购物是占比例最大的 包括淘宝啊 包括这个京东 那么接近呢 是差不多有十多亿的人 在不同的平台上购物 那么衣食住行啊 食饮食方面呢 也是有接近四五亿的用户 在不同的平台上啊 进行这个外卖啊 买买订餐啊等等啊 住和行 行也比较多 大概也是有两三亿的人 那么互联网创造的就业岗位呢 基本上也已经饱和了 电商卖家有1000多万啊 就是相当于100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搞电商的 快递小哥啊 骑手送餐的 我们在墨尔本也天天现在能看到送餐的 这个华人也好 老外也好 都加入进来了 那么网约车司机啊 就是Uber司机等等 那么这些人加在一起呢 其实呢 接近差不多5000多万啊 就互联网在这一块的领域创造的就业呢 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呢 接近有5000万啊 所以数量非常多 因为我们把这个现有的加在一起的话 就是差不多2400五百万了 再加上一些他这里没有写到的一些就业 5000万啊 是差不多没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在所有的行业里面呢 这些直接和互联网受益被创造出来的岗位 在未来呢 基本上也已经饱和了 我们有很难再有新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很多很多行业啊 像这个骑手还有快递小哥 他们属于扁平化管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企业在传统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个金字塔型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呢都有晋升的空间 但是越往上竞争激烈啊 这个上升的这个概率越低 竞争越激烈 但是呢 你的收入和你的能力 就是体现的越来越成正比 但是呢 扁平化管理就是 他这个行业啊 不需要那么高的顶部的人 这个去管理 像快递啊 我们知道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吧 只不过是你一个小时能送两家 我一个小时能送三家 但是呢 我不需要啊 出来一个管理的啊 管理几个快递小哥 对吧 所以呢 它是一个扁平化的管理 那么在未来呢 这个管理模式呢 就比较堪忧 因为一旦 一旦这个行业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几百万的人 在换行业的时候呢 他没有额外的技能 这个呢 就非常麻烦啊 比方说快递小哥啊 他送了两年三年五年快递 那么当年纪大了 他速度跟不上的时候 他再换行业 其实他没有一技之长 那么这些行业的话 我认为呢 我们就应该谨慎 哪怕他现在赚的钱稍微多一点 我们也不能轻易轻易的去踏进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陷进去了 我们是拿我们的未来的一个增长性 啊 就是去做了换成现在的一个财富了 未来的增长性 这个增长的概率 基本上是等同于零了 就像我们买股票一样 我们买了一个未来没有增长概率的股票 那怎么能行呢 那未来也不赚钱 其实呢 这个就有点像到底是买house 还是买apartment的这个感觉啊 你买一个house 未来有升值空间更大 买apartment的话 我们知道在澳洲 尤其是墨尔本这种城市 啊 他的租金回报不错 但是增长的空间肯定是要小于带地的house 所以呢 你相当于是拿了未来增长的一个空间 换了现在的一个现金流 跟快递小哥的行业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图呢 就是移动互联网行业的细分行业活跃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右边啊 右边有增长率最高的是58.9% 那么就是效率办公啊 其实呢 因为前面都已经饱和了啊 所以不怎么会增长了 那么后面呢 还有增长空间是因为还没有饱和 就是说效率办公啊 就是只有这一块啊 大家一般下买手机之后啊 第一个反应是下微镜啊 下这个即时通讯的软件 下一些视频软件 下一期的电商软件 对吧 短视频和地图导航 我们从左边开始看 其实都是这些是必备下载的 那么当我们想要改善生活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能做的事情 很有限啊 就是提供一些更高效率的办公的一些软件而已 所以呢 在未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互联网行业啊 出现巨头公司的概率是越来越低的 我们唯一能够寄托的希望呢 就是5G行业啊 5G能够带来新的改变 谁会受受益于5G呢 澳洲有两大类公司 一大类呢 是5G的直接受益者啊 就是像Testra啊 像这个啊 沃德峰TPJ啊 这些公司 那么大家都可以去买他的股票 或者是呢 买RIO 利托 为什么利托是直接的受益者呢 因为利托呀 在这个中 中部的这个澳大利亚 他一直推行的是 无人驾驶的火车和挖掘机啊 就是采矿机啊 以前呢 我们知道这个大型的矿企啊 最贵的就是人工成本啊 去用人中部去西澳挖矿 一年要赚十四五万欧币 那么现在呢 我不用人了 我开始用机器了 那么就需要自动驾驶 需要5G 因为5G呢 会让传输速度更精准 更快速 以前4G是什么概念呢 4G就是 呃 当进入了西澳 某一些矿区的时候呢 没信号了 没信号的时候 这个时候机器就不工作了 有的时候呢 那个自动驾驶的火车 驾驶驾驶停了 就因为信号接触不好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 那么5G呢 会大大降低这种概率出现 所以呢 深入矿区 进行地下作业之后呢 啊 这些信号如果是能够穿透 或者是非常顺利的话 那基本上完全就不需要人工了 那么对这些矿企来讲 是非常重大的利好 那么我们也看到 利托目前的股价 也是一路飙升啊 啊 涨得也非常高 那么啊 除此之外呢 智慧工厂 智能家居啊 还有云 AR VR 那么这些呢 啊 目前看基本都只存在于美国的公司里面 澳洲本土的公司 这些领域研究了非常少 那么APX呢 也是我看好的 它的AI和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应用价值 那么其他公司的话 大家也可以继续看 但是澳洲科技公司实在是太少少的可怜了 连afterpay这种公司都能算是金融科技公司啊 他不就是一个放高一贷卖贷款的吗 对吧 他都能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来 啊 对吧 他跟IBM或者跟谷歌比 跟亚马逊比实在是差太远了 那么我们还是在科技领域里面要 向这个中国和美国看起 澳洲确实是比较落后 这幅图呢 就是中国美装人群 为什么把美装提出来呢 在未来一到两年 依旧能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群 那么美装人群算是一类啊 并且是遥遥领先其他消费人群啊 就是我能够在美装上啊 比方说是呃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些词汇啊 也没做过 但是呢 大家可以身边肯定会有人去啊 一个月花个两三千澳币在美装上的人 大有人在 那么这些人呢 花钱在其他地方也是非常的顺畅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消费呢 主要是在哪啊 网上银行金融这一类啊 或者支付结算 这一类的这个增长量呢 是比较大的 比较稳定 那么增长速度最快的呢 就是闲置交易了 和效率办公啊 效率办公很好理解 因为这部分人呢 基本都是白领阶层啊 做办公室的对吧 或者做这个直播的 那么办公效率是要提高的 还有一个116.7%的增长 就是闲置交易啊 现在闲置交易 以前在中国幸福起来啊 包括马云一开始做的 就是仿照eBay做的二手交易 结果做死了啊 后来才有了淘宝 就是卖新货 那么现在为什么卖二手又开始火了 就是因为大家没钱了 没钱了才去买二手呢 所以澳洲呢 也有二手类的公司 像这个啊 卡销斯 他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之前也推过他 那么目前 卡销斯的股价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闲置交易啊 他这个需求啊 是会越来越多的 因为电子产品 为什么以前没有呢 因为以前成本比较低嘛 你想你买个iPhone十啊 现在的话 你还能卖个两三千 对吧 但是你过去呢 你有什么诺价 你可能啊 一共买过来就几百块 你还要卖个二手的 你能卖多少钱 卖不了多少钱 所以呢 本身闲置交易 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啊 设施的稳定啊 还有这种啊 低延性会越来越差的时候啊 就是说闲置东西 之所以我们去买 就是因为你买五年前的 跟买现在的差不了太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旧的 但如果每年变化都非常大啊 今年假设我们大家还记得以前 很多东西什么大哥大BB机都消失了 那那种东西肯定是在那个科技 更迭速度那么快的那几年 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二手交易 但是现在我们也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科技更迭的速度降下来了 另外呢 就是大家都有手机了 就换新机的这个需求啊 就不是那么高 并且呢 如果我要换新的手机 我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二手手机 那么这种时候 闲置交易就会继续增加 这个需求也会继续增加 所以呢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投资和机会 还有一个行业呢 叫体育人群 体育人群就是健身嘛 包括澳洲 我也找了这个健身教练 大家知道啊 没锻炼两天 然后就把自己给伤了 所以呢 健身这一块 或者体育这一块呢 也是人人们的这个生活需求啊 由原来的纯物质需求 或者说是为生活而努力的那种需求 转变为对自己的一个外在 刚刚美妆啊 就是外在的一个建设嘛 的一个需求 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健身其实也是的 我们看到健身的这个运动健身增长的速度呢 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 那么在澳洲呢 如果是我们知道有一家上市公司啊 比方说啊 前段时间有一些少量的小公司 当然大家可以去了解啊 如果是感兴趣也可以来问我们 虽然有一些公司呢 我们这儿不一定有 但是我们也非常愿意去跟大家去商讨 到底值不值得去投 因为有了好的机会 虽然我们这儿交易不了 但是呢 不要耽误大家赚钱嘛 那么如果我们未来呢 要对体育行业进行一些投资呢 如果是尤其是自己比较懂的 健身房啊 这些常去的啊 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注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目前呢 是两万多块钱啊 18年的时候是两万八 为什么降的这么惨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可支配收入竟然降低了 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 中国印钱运的越来越多 结果可支配的收入反而降低了 2018年到201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结果大家平白无故的 每个人都少了5000块钱 这个是很奇怪的 但是呢 我们在澳洲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澳洲生活的 这个可支配收入 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的 平均收入 我们甚至啊 一个月对吧 你可能赚的就不止这个数 所以说呢 大家应该比较开心 我们在澳洲 那么虽然大富大贵比较难 但是呢 啊 我们小康温宝是没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新零售 大家也是需要关注的 那World Wars和Cose呢 还有West Farmer 三家零售巨头 在澳洲已经是完全的垄断行业了 那么中国目前的话是电商啊 包括这个阿里 打入了啊 这个新零 建立了新零售 线上和线下同时协作啊 协同作业 但是澳洲做起来非常难 World Wars和Cose 一直想把这两件事 这个事情给做起来 啊 所以呢 我们日后啊 就要观察这两家公司 加上West Farmer 到底谁能够真正盘活 线上和线下 之前亚马逊也说来澳洲 好像最后没有什么太大动静啊 啊 就是感觉澳洲这个地广人稀啊 这个运输成本送货上门海 送货上门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啊 所以呢 呃 可能我买个东西才10块钱 结果送送过来就要10块钱 虽然我比较懒经常订餐啊 订餐 我订餐费就要5块钱 结果买个10块钱的饭 占我50%的成本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人工成本和距离送货上门的 这个运输成本 确实是澳洲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 那么但是呢 未来我们继续观望啊 观望看看澳洲有没有机会在新流 新流新零售上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那么这个呢 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话题了啊 就是婚姻话题 大过年呢 跟大家回回回家 回老家 大家可能父母长辈要催婚 逼婚了啊 作为长辈的 因为我们可会有80岁以上的这个长辈 那作为长辈呢 肯定我们有时候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啊 在婚姻上比较幸福 那今天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单身潮背后的一些逻辑 现在单身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那么澳洲华人好像有点是相反的 澳洲好像是女性比较多 但是中国大陆的话是单身男性比女性要多3000多万啊 然后第二点总结出来的就是金钱啊 你有多少钱会被100%考虑进来 要是谁啊 跟你说我不在乎钱 我只在乎感情啊 那真的是壮大运了 万里挑一 甚至百万里挑一 我觉得这种可能只是在童话世界里啊 或者说是这个女孩或者这个男生太年轻了啊 没有意识到资本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我们根据数据啊实打实的数据来看 单身的一些情况 我们看左边这幅图啊 最下面19到35岁单身的收入分布 那么32.4%的人如果是在35岁以下单身的话 那么他的收入是不到2000块人民币 如果是收入啊 在这个2000到4000的话 是灰色的占了10.5% 那么4000到8000呢 占了24.8% 也就是说在中国收入不足8000块钱的啊 就说这群人占到了35岁以下单身比例的 70%啊 30 40 50 60 70 对接近占了70% 所以呢70%的人就是因为啊 这个单身这个圈子里面 这群单身的人里面啊 就是因为收入不到8000块钱 就这么简单直接 那么收入在15000以下的呢 大概占到了97%啊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在15000块人民币以上 你只有3%的概率单身 只有2.9%的概率是单身的 这个呢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数据啊 我相信那15000啊还是因为可能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啊 因为基本上也是一个平均水平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的这个客观事实就是多赚钱啊 少整须的多赚钱 所以呢投资是很重要的啊 学习投资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好工作也很重要 那么再往后看下一个图呢 就是19到235岁单身的流动资产分布 流动资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考虑房产 其他的资产基本上都可以称之为流动资产 那么50.4%的人啊 单身的人在35岁以下 一半的人 他的流动资产分布不到6万块人民币 也就是说12000澳币都拿不出来 所以呢单身不要怨别人 不要怨别人对你的感情不好 是因为他实在是看不到希望 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如果连12000澳币都赚不出来的话 你怎么给别人幸福 对吧 你要出去吃个饭都比较结局 这是很客观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 尽量多考虑理性 少考虑感性 那么感性占存在的基础 是因为你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 如果我们连吃不饱 连吃都吃不饱 那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听网课 对吧 所以呢 物质基础你要不用那么高 但是呢 一定要有 然后呢 如果是加上了22.7%和19.3%啊 那么基本上占到了95%的人 他单身呢 他的资产啊 流动资产是不到25万人民币 也就是不但5万澳币 这是35岁以下单身的一个数据 所以呢 数据非常的冷酷无情 但是非常的真实 他就直接的告诉我们啊 如果你有25万块人民币以上的存款 或者是加上车的啊 这个价值在25万人币 5万澳币以上 你单身的概率只有5.5% 如果你月收入在15000块钱以上 你基本上不可能单身啊 如果你在15000块钱啊 以下 那么你有97的概率是单身的 97%的概率啊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单身比例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去做好这个数据啊 就比较客观了 那么下一个图呢 就是教你约女生啊 我们知道这个男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呢 会出去吃饭 但是呢 男性和女性 我们彼此其实在很多程度上不了解 那么投资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投资的企业啊 其实就分三种企业啊 那么一种是男性赚男性钱的企业 像车对吧 那么一种是赚女性钱的 像这个亚实安代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赚商业模式的钱啊 就是说男女通吃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男性和女性的一些偏好 那么女性呢 喜欢吃这个浙江菜 因为比较精致啊 喜欢吃江西菜 那么男生呢 喜欢吃小火锅 比较省事 喜欢吃烧辣 也比较省事 对吧 在沫尔本烧辣店很多 你有看到几个女生进去吃 很少的 那么基本都是男人在里面吃烧辣啊 烧辣店 那么日本料理呢 啊 基本上都是往后排一排 那么女生还比较喜欢吃麻辣烫啊 还有吃这个日本料理啊 这个是男生女生都比较喜欢 所以说你请客去日本店啊 吃日本料理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吃烧辣就有问题了 因为女生不喜欢吃 如果想让女生开心 最好让她去吃浙江菜 江西菜啊 那么这些呢 就是根据数据得出来的 所以呢 金融市场背后都是要靠数据作为依托的 那么接下来的数据呢 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 肖战啊 像左边这些明星啊 我在没做数据调查之前 我都不认识什么肖战呢 王一博呀 啊 还有朱一龙啊 啊 我听我们公司的那个女生啊 小女生总在提这些人 但我都不认识 因为本来 这个正常的人 我觉得也不会认识 但是呢 新的新生代力量就是比较强 那么肖战呢 代言雅士兰代 一小时的销量达到四千万以上 啊 一个小时 你像我们多少年才能 一家公司啊 一年都不一定的卖上四千万的货 结果人家一小时就卖了四千万的货 那么 右边呢 这个人我认识叫李佳琪啊 因为实在是太出名了 李佳琪据说在直播中啊 也是按分钟在赚钱啊 一分钟卖出多少多少万啊 几百万的货 那么他在直播中的时候呢 卖过这么多品牌啊 有ysl 还有这个小米啊 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一些品牌啊 这些大家要去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卖的这个品牌啊 证明他跟这个品牌有合作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证明这个品牌 营销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能够马上抓住这些机遇 去在这些新的人气明星 或者新的直播过程中 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带进去 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新的机遇 像我们很多企业 为什么诺加最后倒了 连渣都不见了 就是因为他不不愿意去变成 就是更新自己的一些模式 商业模式 他不愿意做出改变 像我一直看好小米公司啊 小米竟然让李佳琪来代言 这就是英雄所见略童嘛 小米确实是好 现在股价也从8块钱 涨到了12块13块 我认为1415都有可能 一会可以看一下 小米的股价在去年10月份 我在网课也多次提到 非常想买 但是呢 这个买的地方太少了 那么小米股价现在涨了50% 然后还有这个欧莱亚也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肖战啊 代言的亚士兰黛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广告投放费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长快的 这些公司呢 都是首先要懂得投广告啊 如果是连广告费都不舍得投 在现在的这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时代里面 你的公司基本上要 很快就被人忘记了 因为信息更迭的速度是太快了 那么华为投广告费用是非常多啊 大家数一下这是多少个零 34822万元啊 就是三个多亿投广告去了 那么在18年他投的广告费啊 只有几千万啊 但是今年翻了好几十倍 那么OPPO呢也是翻了好几十倍 之后呢我们看到 哎亚士兰黛和可口可乐 这两个股票我们可以买 对吧机会来了 华为的股票我们买不到 OPPO的股票我们买不到 但是亚士兰黛和可口可乐的股票 我们能买到 所以呢在美装和快销品行业中 我们选择了美装行业 因为我们刚刚分析了美装会是未来 非常有潜力的一个行业 那么我们看美装 亚士兰黛的股票走势 这个呢就是亚士兰黛的股价 啊 左下角这个十字星啊 就是双十一当天啊 双十一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左边这个双十一当天呢 销占一小时出货量是四千万家 啊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你干应该干什么 应该去买股票啊 对不对 亚士兰黛一个小时就卖出了四千万的货 那他今年的财报能不好吗 对吧 所以呢从187块钱 双十一的价格一直涨到今天 212块钱的价格啊 所以说涨得非常稳定 我们作为中国人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们了解啊 尤其是海外华人 他了解海外的资本市场 知道去哪里买这些股票 知道怎么去跟投资啊 挂在一起 但是呢我们同时还了解中国的市场 未来如果老外想赚钱 他不可能抛弃中国的市场 中国那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对吧 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是啊 人均收入一万美金的一个股大型的国家 所以呢这个消费潜力是巨大的 那么股价也是直接体验出来 那么这个呢 那就是白白奶茶店啊 拥抱一美奶茶店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一美行业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 那么在18年的时候呢 全年增长是446万用户 那么在19年的前三个季度就增长了409万的用户 所以说一美行业的用户 他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啊 因为其他行业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增长很难 但是一美行业还是在稳定的增长中 我相信这个行业未来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些机会的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墨尔本和上海房产价值的总价值的比较 墨尔本房产总价值 就是说把point cooker 还有这个truck还有这个什么dandelion 所有的房子加在一起 这个总价值大概是1.6万亿美金 那么上海把所有城区啊 普通什么新区东区啊 加在一起大概是价值8.8万亿 那么墨尔本的话 大概这个啊 这么多house啊 带土地的房子价值才1.6万亿 上海呢 可以买下墨尔本 再买下悉尼 就是说如果中国把整个上海的房子卖掉啊 可以买下整个澳大利亚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呢 说明就是目前中国在总量上 这个房市上的总量资金还是太多了 创造出了巨大的一个房产繁荣 那么这个市场的繁荣呢 在未来呢 如果能够很好的转换成现金流啊 转换成这个海外的资产 那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市场比较的有难度啊 尤其是在未来 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 还不是那么乐观的情况下 我们手里啊 这个看着就害怕啊 就8.8万亿 上海跟墨尔本应该感觉上差不多 我们看底下这个地图啊 是生活成本 比如说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较低 墨尔本呢 是橙色的 颜色越深 就代表生活成本是越高的 生活成本最高的 其实是在西欧啊 我们看欧洲的地图 那大家如果是不会看地图 可以看一看啊 左上角是欧洲 那么它呢 是红色和橙色 是生活成本最高 那么印度呢 是在中间 是这个绿色 是生活成本最低 然后呢 就是中国啊 上海和这个深圳 基本上深圳是橙色的 上海是草绿色 那么澳大利亚呢 基本上是悉尼 是深色的橙色 墨尔本是浅色的橙色 啊 基本上就是生活的这个成本啊 平时吃饭啊 啊 出门的成本 所以呢 总成本下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房价相比较还是有一点过高 好的 今天我们讲的宏观内容就这么多 那么我目前中文部的同事 大家再看一下 有女生有男生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能满足大家的这个性别上的一些需求 啊 最后呢 就是过年了 给大家一些祝福 开工大吉 啊 然后日进斗金 辱照封年啊 希望大家裁员滚滚今年 那么我们最后再看一下简单的 大家的问题啊 有没有一些 问题怪的question里面 我帮大家解答一下 龙一 猪一龙 我实在是不认识啊 龙一 猪一龙 我竟然看成龙一猪 把名字给读反了 猪一龙 粉丝在这里 有人问现在可以做空 澳洲的ASAC200吗 ASAC200 大家可以适当做空 但不能大肆做空 原因很简单 今年股市在三月份之前 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呃 尤其是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和欧洲 还有澳洲啊 都在创历史新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除非是像这种疫情 继续扩大范围 让他的这个资本市场 发生恐慌 不然的话 他在势能上 很难轻易的停下来 啊 就连我做空 德国指数 我以前都是50手50手做空 现在的话 我就一手两手做空 因为实在是不敢 那么趁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自己仓位啊 比方说股票上多买一点 那么期货市场 让我再稍微的做空一点 澳元对纽币的话 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 今天应该是大家都赚钱了 今天是失业率数据公布 预期5.2% 公布出来是5.1% 所以说澳元上涨 那么澳纽是从1.037 直接涨到1.041 所以说呢 大部分人应该是赚钱了 那么在1.04以下的位置 大家可以逢低买入 在2月份的时候呢 可能还会有一个新的低点 就是可能在1.035附近 因为澳洲可能降息 但是3月份以后呢 新西兰就开始选举了 那个时候大家完成建仓 就基本上可以了 所以说在3月1号之前 大家把资金打完 那么3月份 2月份之前呢 大家要留一份资金 防止它创新低 就1.035跌破 英国石油方面的话 我不是很建议啊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中国股市 和这个英国的石油的 这个相关性 实在是太高了 对吧 就这幅图 中国股市目前不敢说 起稳了 因为这个疫情啊 现在已经封城了 封城就意味着 未来大家的商业活动 基本上是趋劲于零啊 没有人再去逛街 买东西了 幸好春运都没法 春运了对吧 回老家都回不去了 所以说这个对商业环境的 打击是非常大 非常严重的 那么中国股市想要恢复 至少要等疫情过去之后 才能真正的恢复 所以呢 石油价格可能在最近 也不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要拭目以待 不能轻易去抄底 LNK和AMP的话 基本上中规中矩嘛 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在股价上 呃 所以可以继续持有 黄金价格的话 黄金哪里去了 看一见黄金啊 黄金的股票已经开始回调了 黄金股票开始回调 所以说呢我们以前讲过 黄金的股票走势会比黄金要快一点 所以呢最近黄金可能也会有所回调 黄金价格已经在1550附近上下震荡好久了 没有任何的突破 啊 基本上无作为 所以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涨不上去 它就要往下走了 那么黄金股票已经下来了 啊 所以黄金价格有可能也回调 目前呢 做做涨黄金的这个动能不是很足 另外呢 MT5有一个好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在外汇方面呢 MT5是能够看到深层次报价的 比方说随便挑一个 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交叉盘 欧元对纽币啊 它Volume呢 就是每层价位可能只有几手 那么我们看一下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我们看一下每层价位呢 跳动的是80手 50手 40手啊 这个量非常的大 那么1.0481是有827手 1.0482是有22手 1.0483是22手 1.0484是44手 所以成交量非常大 有的时候呢 平台会出现滑点的现象 滑点的现象呢 就比方说奥牛啊 或者是我们左边的这个图 它每一层价位可能只有两手三手 那突然间可能有一个五手的价格打下来了 那基本上我们成交价格就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价格啊 就会比那个价格要差一点 因为市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订单 让我们去消化 那么欧元对美元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因为欧元对美元的流动性太好了 它一层价位可能就有10手50手100手啊 那你如果是要打掉一个点的话 那你就要1000手订单往下打 所以呢 在这种作为参考的时候呢 MT5的平台还是有这个好处的 有人问AMP欺骗客户事件之后跌了很多 能否涨回是问题 他只要不倒 我认为这个价格就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我是一块七买的 英镑的话 我们看一下英镑的这个报价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这个流动性 但是比欧元还是要差一点 英镑每一层价位呢 大概是10手左右啊 有的时候能到70多手 那么欧元呢 基本上都是英镑的10倍 那么我们看一下英镑的走势 昨天是上涨了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小幅震荡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目前英镑已经突破了这个阻力啊 就是第一个阻力已经突破了 在1.3050的位置已经突破了 突破了之后呢 他可能要回踩一下 然后继续上行 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新的通道啊 可以回踩 比方说回踩1.3100 1.3080附近 然后可以适当的做多 止损也比较容易 止损呢 可以就设在昨天的一个低点 就是1.3040的位置 大概40点的止损 然后上涨的话 下一个价位呢 可能到1.3200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走势 NAN的话 基本上是回踩就可以买涨 基本上在7块钱以下吧 我认为6块8以下是比较好的 因为现在涨的有点快 基本上已经到了 到了7块2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了 感谢大家这个过年期间还对我们的这么支持啊 有这么多的朋友 基本上超过60人 来听我们的网课 NAN已经7块2毛4了 大家看一下NAN的走势 自从中国疫情发生了 基本上是连续上涨了5天 它是防交叉感染的 大家回去啊 没事的时候啊 假期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澳洲股票是干什么的 给背下来 比方说NAN是什么 防交叉感染啊 就一句话给它写下来 这样记住 如果以后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我马上第一反应 就会想到 比方说啊 我们刚开始讲那只股票是做什么呢 啊 可以烧伤处理啊 比方说你受伤了啊 是烧伤的 那就可以处理 那么就一句话给它总结 那么下次发生大火的时候啊 我们就知道 哎 这个股票是利好的 下次呢 发生疾病感染的时候 或者是啊 流行流感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NAN是利好 那么第一时间反应出来的话 我们至少啊 有当天能做出反应 那么它事件持续几天 我们就赚几天的钱 持续5天 我们就赚5天的钱 就非常简单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 新年快乐 祝大家晚安 新年快乐